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来财往就是存不住钱 都说万般皆是命 算来不由人 要是从像术角度来讲呢 总破财的人其实都有特定的破财面向 今天呀小将之老师就给大家介绍18种破财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招 一 牙齿稀疏发黄 牙齿是肾脂苗 在面向中呢是财门 可以防止运势外散或是晦气进入 但若是一个牙掌的稀疏发光 则这样的人财运会有非常大的损耗 常常存不住钱 有点钱呢也会外露 而且这样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损失 肾气不足 没有经济神 容易招惹疾病找上身 二 双眼无神 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双眼无神 看起来昏昏沉沉 没有精神 则这样的人个人的行动力较差 性格上也会非常的懦弱 没有本事 做什么事情都是无精打采 没有挣大钱的本事 一辈子都辛苦劳碌 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从而导致采气外露的比较明显 在事业上也是高不成 低不就 成不了大气候 三 面大比小 在相学中呢 若是一个人的脸大又横肉 而鼻子长得扁塌没有气势 则这样的人没有赚大钱的本事 财运不济 性格窝囊没本事 在职场上非常容易给别人欺负 完全没有一点气势 让人非常的瞧不起 只能是依靠苦力赚钱 评鉴一生 也没有大本事 别指望日后有赚大钱的本事 四 泪堂深陷 在相学中呀 泪堂又被称之为子女工 在面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子女运势 和婚姻事业发展等等 若是泪堂深陷或者泪堂处 有杂文遏制等等 则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劳碌命 日子过得比较艰辛 常常会把自己陷入到困境当中去 常常需要为子女的事情操心 一点也不省心 就没有清闲的时候 五 额头尖尖 在相学中呢 若是一个人的额头长得尖尖 而且发际线看起来非常的低 则这样的人做事通常欠考虑 常常思考问题不周到 在钱财方面也没有调控能力 所以一般这样的人都比较容易破财 赚钱的能力比较差 财运不强 日子都会过得比较艰辛 生活的压力也会比较大 一旦急功近利 非常容易破财 六 爆牙 所谓的爆牙就是指嘴巴合不上 牙齿外露的非常明显 而门牙为财门 若是一个人的牙齿合不住 则这样的人个人的财运比较差 也没有赚钱的本事 常常容易措施赚大钱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人一旦财气外露 无论是自己赚钱多少都存不住 一辈子吃苦受累 七 食指弯曲 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都会导致手指弯曲 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 常常需要健守劳动 如果一个人的食指是贴着中指 则说明这个人的手材能力很好 相反呀 食指向外弯曲 则是破财的象征 说明这个人只能任劳任怨的工作 注定要过穷苦日子 八 眼神外露 在相学中 若是一个人的眼神外露非常的明显 而且总是咕噜乱转 则这样的人多半坏心思比较多 而且贪心重 总是想要不劳而获 一旦失败 就会陷入到一平如洗的境地 所谓贪心必平 而且眼神外露的人 总是喜欢算计自己身边的人 也没有啥大本事 九 额头低窄 额头是祖夜 在面向中代表一个人的早年运势与发展等等 若是额头长得低窄 或者发际线非常的重 则这样的人目光短浅 眼界比较窄 看待问题非常的不全面 而且在事业上也没有一点发展眼光 常常是别人做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自己的主见 从而导致昏昏噩噩的过一辈子 十 嘴巴太小 嘴巴太小主贫寒 嘴巴又小 嘴唇又薄的人注定贫寒 而且这种面向常常留不住钱财 不懂得理财 嘴唇薄的人薄情 说话刻薄 但是是非常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心不坏 只是需要稍微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尤其是在婚后生活当中呢 否则克夫影响夫孕 十一 耳朵太小 耳朵代表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 耳朵生得好 小时候就很有福气 如果耳朵很小 而且没有耳锤 这样的人小时候经常生病 自身抵抗力膝下 长大后呢也命苦 耳朵有耳锤 并且贴着脑袋 不外露 这是比较好的 十二 山根低线或者折断 有这种面向的人 常常心事很重 优柔寡断 常常有很多的想法 却很少动手去做 所以看似很努力 却一辈子碌碌无为 这种人如果遇到一个贵人 也可以有所成就 但是自己很难发现 就是有机会 也很难把握得住 如果山根折断或者有红纹 婚后生活不好 甚至离婚 十三 眉毛散乱 眉毛散乱的人在不具财 在金钱方面是比较随意 不会理财 不会因为自己的勤恳和努力 而得到金钱的收获 还常常失财 丢财 丢手机 等一些贵重物品 十四 鼻翼外泄 鼻翼外泄 乃精彩外泄 这样的人花钱大手大脚 不会持家过日子 做打算 相产不理性的消费 有钱就花 没有隔夜之粮 事业方面不适合以后 独自谈生意或者投资 十五 比准投生的较大 而且呈红色 有这种面向的人 比较能够赚钱 而且性格相当的急躁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在事业方面 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 但也同样存不住钱 漏财相 可做一些投资 把钱存起来 以免为急用时 没有钱而发愁 十六 牙齿有缝隙 门牙中间有较大的缝隙 俗称漏彩牙 牙齿中间有缝的人 对金钱的支出比较多 更多的是 没有理由的莫名支出 不会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无端地浪费金钱 还代表此人爱叫舌根 难以守住秘密 经常会胡乱地说话 在现实生活中 那是个不太受欢迎的人 因此对生活工作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十七 大拇指 生得很翘 大拇指天生就是很翘的人 头脑简单 性情爽朗 做事干脆利索 是个难得的大好人 做事情比较冲动 还会有时因为自己的冲动 去购买一些价值不菲的东西 而导致钱财流失 人生欠缺财运 辛苦劳碌一辈子的命 十八 指缝过宽 在相学中 手势长财聚财的地方 若是一个人的手指缝比较宽 则这样的人 多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 也拒不住财 从而导致自己的钱财流失 缝隙越大的人 则这样的人 破财的现象也会越大 属于典型的破财项 赚不了大钱 日子也会过得非常的艰难 花钱大手大脚 把钱财都给败坏光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生命局 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破财面向 也不要怕 像由新生保持好的心态 一切都能够引刃而解 而且相不独论 凡事都要综合考虑 借不可只看一处就强行对号入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古人说 大富靠命 小富靠勤 意思是 每个人的成功 都不能离开自我奋斗 而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一生都在奔波劳碌 可是却多劳少祸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劳碌命 那么 什么样的人 是天生的劳碌命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 人的外貌体征 看出一二 本期视频 小将之老师 就带将友们了解一下 劳碌无福的人 都有哪些相学特征 一 额头狭窄 面向上 额头位置比较特殊 代表天鹿 说明了祖宗福音 也代表前世修为 因此 额头若宽阔 说明其人福德龙厚 而额头狭窄的人 则说明出生时 家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 他们从幼年时期开始 就要为了学业和生存打拼 可想而知 生活是异常艰辛的 也代表成年以后 身边没有贵人相助 因此 他们只有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 才能取得一定的成就 如果一个人额头狭窄 再加上天仓比较低限 则意味着生活和事业中 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自己存不住钱 并且也缺乏贵人扶持 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 才能得以解决 因此 恐怕终生劳碌无福 二 福堂杂纹 面相上 福堂是位居眉上 主福禄之事 福堂凹陷 且有杂纹 就说明 其人组上 没有俱佳的福运 同时 福堂有杂纹 往往是心境不宁的表现 面相具有如此特征的人 大多比较敏感 常常会因各种事情而担忧害怕 以至于使得自己身心疲惫 也就难以有大的作为和成就 故此 属于劳碌无福之相 三 山根低限 山根为一个人的祖业家底 体现命主祖元和祖业成就 山根要隆起有势 这样就体现出祖上家业丰厚 基础牢固 假如一个人山根低限 则足音不足 人生起点不高 同时 也说明失业基础不够稳固 所以 要想取得最终的成功 就需要自己抓住时机 并经历一定的困难与挫折 也正因为此 这一类人平时空闲享受生活的时候 就格外的少 四 颧骨低限 面相上 颧骨代表一个人威望和权势 领导和支配人的能力和欲望 因此 颧骨不能孤高 大体要与鼻子准头相配 但颧骨也不能低限 过高则对人情意不足 趾高气扬 内心寡独 过低则不懂得与人交往之道 事事处处表现得唯唯诺诺 缺乏主见和威望 也就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如果自己创业 则会因管理不善 最终导致事业陷入困境 5 准头低锤 鼻香的准头既是财运的代表 也是一个人自我意识的代表 如果一个人准头下锤 则说明此人极不善于理财 同时也缺乏见解 不能敏锐地分析和判断形势与时局 因此 在投资理财上要格外加以留心 不然则很容易上当受骗 造成自己辛苦赚钱 而终无所得的局面 6 嘴巴何不拢 假如一个人的面向中 代表家财的紧躁薄弱 而且嘴唇何不拢 像掀开一样 则说明此人一生之中的财运运势 会越来越不好 并且常常在关键时刻出现问题 因为鼻鼠金星 口鼠水星 属于钱财 实录 口大没有控制能力 又无强劲的来源 说明欲望大 办法不多 吃得多 赚得少 常常入不敷出 感到饥饿和经济紧张 因此 这一类人往往因为欲望而辛劳 但是管不住嘴巴而花费很大 属于福不实乃空之相 7. 声音带煞 正常情况下 人只会在生病或者精神不佳的时候 才会说话有声无气的样子 如果一个人没有病痛 说话也有声无气 缺乏异扬顿挫 则说明其人先天中气不足 缺乏活力与韵律感 且个性阴阳怪气 自然一生难有大的成就 同时 如果声音沙哑 则带有一种类似金属翠裂般的声音 在面相学上称为声音带煞 具有以上两种特征的人 在相学中是无辅之人 因为这类型的人或者心术不正 或者有些自私 自然也难得到幸运神的眷顾了 其实 最为重要的是 这类人大多难以与人沟通和交流 让人感到怪怪的 给人一种让人远离的距离感 同时 说他们无福 往往还指 可能寿远不长 即使发福发家 也无法享受 八 走路不稳 一个人走路的姿态 也能看到这个人的 为人处事风格 比如 走路太慢 那就表示 这人安于现状 做事容易拖泥带水 如果走路慢 又大摇大摆的人 则缺乏大志 容易贫困一生 走路快速的人 就表示个性比较急躁 相对比较劳碌 至于走路不稳健 也就是脚下无根 说明其人性格急躁 老路奔波 但做事不踏实 比较务虚 因此 这种类型的人 同样难有大的成就 故此 也属于操劳无福的人 九 鼻歪嘴斜 古人说 鼻子歪的人心歪 鼻子正的人心正 鼻子歪的人多疑 尤其是对待配偶 脑子里整天 想些歪七八糟的事情 多数婚姻不美 中年刻配偶 女人嘴歪刻夫 无论男女嘴歪的人 个性固执 强词夺理 说得多 做得少 一生事也难成 十 耳朵薄小 耳朵为面向上的瘦路工 同时也是盛气的外线 故此 耳朵大又厚重的人 即使一生没有太多的金钱 也是知足常乐的人 耳朵薄小 且低下的人 一生福薄命浅 做事没有耐力 思考力弱 即使有富贵 也是昙花一现而已 十一 耳反阔路 面向学认为 耳朵以大为家 耳小则不及 耳朵大代表元气足 精力充沛 耳朵小 则代表早年体质弱 喜欢安静 同时 耳朵也未踩听功 因此 耳朵要顺为急 主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教导 耳反阔路 则意味着叛逆 不听话 少年运气不佳 守不住财 也没有福气 守住钱财 女性则婚姻不好 男性则终身抚韵差 事业难成 辛苦操劳 十二 眼神骄横 眼神骄横的人 大多行为不善 骄傲自大 飞扬跋扈 即使有大富大贵 因其内心供高我慢 也早晚会有意外灾祸发生 富贵也不会长久 这种人往往言语轻薄 心术不正 气量狭小 故此 为人苛刻 挑剔 无度量 见不得别人比他好 因此 常招是非 官非 横货 正如相学大家所言 心相不正 纵然富贵 也难长久 还是因为福贵 又不修福 自然终无所获 白辛苦一场 十三 命宫深锁 这是一生中 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称为 两个眉毛之间 叫命宫 或者叫印堂 那什么叫深锁呢 就是那两个眉毛之间 有很多的杂毛 或者很多的杂纹也算 或者受伤刀疤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就这个地方 刚好我们叫命 就是代表你一生中的钱财 事业 婚姻顺利的位置 这地方要开朗一点 所以如果有杂毛的 请你马上要把它拨开 十四 手掌平拨 就是直接你的手掌 不要特别的去弯曲 就自然的放下去 完全是平的 没有肉的 中间没有陷下去 重点记着 中间要陷下去就可以 最好是四周有肉 中间陷下去 这是最好 不能弯曲 就平平放着中间 能够倒水进去最好 倒水能够留得住 就是你这一生 才酷薄弱 我跟你讲 手掌平拨 他真的一生中没有财气 他很辛苦也赚不到 这才真的是可怜的 最好不管怎么样 你四周有肉 中间要凹下去 这就是你努力 人还是要努力 但努力的结果 有收获 能够存到钱财 十五 脚掌只有横纹 没有直纹 我们脚上的这个脚 一定要有竖有直 但是大部分竖很少 就是直纹少 横纹多 那现在我讲的这一项是 它只有横纹 没有直纹是不好的 意思就是说 你两种都要有两种 都要有就不会这样 可是你如果像我图上这样 只有横没有直的话 你就是可能辛苦一辈子 这代表奔波劳苦 因为一直跑一直跑的关系 横纹就很多 直纹就会消失不见了 最后钱财也不见了 相学确实是可以随着人们的状态 尤其是心态的调整而改变的 只要朋友们能够调整好心态 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压力 不出三个月 你就会发现自己相貌和气场上的改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